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宁波商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为从今天开始 宁波商会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跟日本朋友的合作共融 是宁波人在上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 有了这个坚强的后盾 你们在上海的商界就将无坚不摧 无往不射 本来会长的改选是商会内部的事情 完全应该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我们的日本朋友 为了表达他们充分的善意 特地赶来 在表示祝贺的同时 跟大家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还有 我范某也是宁波人 多年以来 我为没能给家乡的父老多做善事 多多谋福 深感歉疚 所以今天的会长改选 前任会长周汉良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因故缺席 范某不才就勉为弃难 出面主持了 下面我宣布 根据商会多位代表的提议 众望所归 提名董之恒董老板 为本届会长的唯一候选人 下面请举手表决 同意董之恒董老板担任会长的 请举手 你不是宁波商会的人吧 你没资格举手 你不是宁波商会的人吧 我再说一遍 同意董老板当会长的 请举手 红老板 后来 刘老板 马老板 施老板 我才据我所知 你们可是十分拥戴董之恒先生 董会长的 怎么不举手的 不会是两面三刀吧 我再说最后一遍 同意董老板当会长的 请举手 你们手都折了是不是 举手 举手 多好啊 早该把你们心目当中的会长选出来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好 下面我宣布 我反对 我也反对 你反对无效 手已经举过了 下面我宣布 我反对 我也反对 去哪儿 位置 我愿意跟顾之恒公开竞选 公开竞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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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阿良 本来你休息了 很多事情也就消停了 可你现在又要跳出来 何必呢 你这叫自取其辱 知道吗 我这辈子受的误入一定不少人 无所谓再做什么 好 那就许安 李局长 把黑板开上去 开黑板 好好的严肃 半路上杀出个程耀金 既然周汉良不服 我们要不给他个机会 倒显得不公平 不过 我要提醒大家 既然手已经取过 总不会朝亲暮处 做出妄安服役的事吧 不是 最讲究的就是成心二字 干什么 日本朋友可都看着你们呢 好好的掂量掂量 选举就选举吧 哪那么多废话呀 黄初流 你那票也要好好想想 带个好头没坏手 下面 请各位上台 在黑板上投出你们 慎重的一片问题 你打赞 哎呀 你说我 记得是这个 你不是个字 我说我看你 还是我看你 你被搞的 我看你 你把这个 还是好 这只是给我 你把你打赏 他在买的 你把我打赏 你把我打赏 啊 啊 我一旦都想不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朗 大家踊跃上来投票 后边是哪位老板 赶快上来投票 来来来 来 来吧 好 大家看 董老板这次真英雄 既然有人挑战 那就得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董老板 请 赶快到他那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 你想干什么 投票 可你占错了地方 现在该还来得及 我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 但这次一定是对的 少爷 少爷 你 你 是太军了 我是太军了 各位父老乡亲 我董之恒在上海 他也是什么名声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 是因为日本人 还有范先生 非要我做这个商会会长 我不敢不来 因为我是卵葡萄 我怕死了 我跟周汉良之间的 这恩恩怨怨 想必各位心里都很清楚 因为她 我成了董家的逆子 因为她我被赶出了家门 我的亲人至今 不肯和我相认 我这这么 孤苦伶仃地过了半辈子 我恨周汉良 无数次我想治她于死地 当然了她对我也没客气过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斗 我始终是认为 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人 自己在打架 人不畏己天出地命 这就是做生意 但是做生意归做生意 我做人还是有底线 那就是绝不允许 建洋人的时候 来杀害自己的同胞 这些年 一直是周汉良在带着大家 跟洋人斗 洋人也恨她 总是要加害于她 过去是法国人 英国人 现在是日本人 他们之所以要我做这个商会会长 就是想借我来羞辱周汉良 羞辱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这事我还真是不能做 如果我做了 那我就不只是董家的逆子了 我就是所有家乡人的叛徒 中国人的叛徒 我就是那个民族败类 不管我董之恒以前多么的臭名昭著 民族败类 这个名声我不敢担 一点情愿 无法再配给他 这票我只能投为周汉良 小阿� rat 大楼大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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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照顾时间 我想跟你一起回老家 去爹的坟上看看 好 好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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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 老了 还要成英雄 我怎么像是个人搅带 我就是个贩妥 一个傻瓜 她说她是软骨头 怕死 我看不像 丽儿 丽儿 推倒什么 你还怕呢 你答应过我的 绝不会出岔子 是 你去了这么多警察 还都带着枪 可你吓得谁呢 董少爷反水 他谁能想得到啊 那你说我现在一个怎么办 这件事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怎么有脸去见日本人 我饭巧恩恩还能在上海贪婚吗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我不知道 您是想把我们家少爷 你都看见了吧 他敢带头投周翰良第一票 所有的人 就敢发票投入就干 这个毛病 我们要不给他吃好了 那以后 咱们兄弟在上海 他就没法再回来 是 杉益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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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我们家少爷 安前马后 也好几十年 他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李二 不是不是 凡先生 我是怕我 我 我怕我下不了手 您李二还有下不了手的时候 那我给你这么多钱 这干嘛 请赶紧赔门你们 李二 李二 你现在是满脑子降落 那好 我从头儿给您捋一捋 你听着 想当年 是董如海董老爷子 领你进了董家的大门 你才有机会跟着你家少爷董之恒 董卿传 谁是你的人 董如海 董老师 结果呢 为了你家少爷董之衡 你亲手杀死了董如海 范先生 这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这 这可不敢乱说啊 谁乱说 你别忘了 当年我跟董之衡送进衔 送医员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这个王八蛋 你是谁啊 你是海匪金三庆在宁波打的底子 你小子当年 没少从金三庆来拿银子吧 结果呢 你亲手砍下了金三庆的人头 从一个小小的跟班 变成了祭司队的对折 还有 你背着你家少爷 拿了送进些人的钱 你干了些什么 你说你下不了手 那我问 金三庆的人头 是他自己看下来的 一个混蛋 一个流氓 一个下三烂 你竟然敢跟我谈感情 知道我当初为什么 我看上你 就因为你是个墙头草 尖锋使舵实实 你现在就有一条 跟我一样 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混蛋 实实在在的流氓 一个连祖宗八倍都能忘得了的 下三烂 你听见了没有 你听见了没有 我提议敬阿人喝一杯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恭喜啊 恭喜啊 来来来来 恭喜恭喜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了干了干了 好 来来来来来 坐了坐了坐了 好好 这些天哪 我是吃不好睡不好啊 这会长啊 阿良哥要是真不当了 咱们宁波商人哪 那就真没有主情骨了 是啊是 赵老板 你这就不懂了 阿良哥使的这招啊 叫迷魂计 他们以为阿良哥休息了 怕他们了 结果呢 关键的时候睡着的人 一个鲤鱼打顶 啪的一下就站在那儿了 各位都看见了吧 那俩小日本 还有还有范晓恩 还有李翰 那个脸啊 刷的一下就绿了 当时我就想啊 成了 咱们这局又赢了 我高兴啊 这活我就都干了 别拦着别拦 谁都别拦着 反正我跟谁挤 去去去去 你看给处理哥高兴的啊 好 那么 我就再跟大家宣布一件更高兴的事 不是 哥 那我就宣布了啊 我哥提议 成立一个国货公司 国货公司 各位是这样啊 国货公司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只卖自己生产的东西 倡导国货 就等于抵制日货 咱们厂店直销 把价格定低一点 让利给老百姓 再加上咱们这面爱国旗帜 上海百姓肯定会支持咱们 到时候咱们就会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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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那日物品啊 价格就你的定乎 我们非道价格也是你说算 我们拿起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对 也不算的 不仅仅是有事 要不托弃 要不托弃 你要去哪儿 出去看董志愤吧 是 你告诉我 今天他投的这一票 我不认为他是为我周晓梁投的 他会是为我周晓梁投的 都是投给中国人的 为了他身上 仅存的这点人味 我感谢他 你让他多保重 你让他多保重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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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要不 我再给您教练 您的两件春天 要不 这要我 不 你 你这几天也挺累 先回去休息 舅舅 建勇 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有事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来看看他 我刚才去牛家了 他们说您还没回来 我就想来这儿碰碰运气 果真您在 这几天啊 虎记的事比较多 我回去都晚 你来得正好 我今天算了笔账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那一百二十万的贷款 半年之内我就能还上了 还麻烦你转告医生之下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 董经理让我转告你 说不用把贷款的事 放在心上 如果虎记有什么困难 您说话 恒通银行 愿意继续为虎记放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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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日子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吗 不用了 舅舅 您出门的时候 我爸特地让我转告您 他希望您多保重 要当心 让我们家少爷小心点 你也帮我带句话 我一定会多保重的 我一定会多保重的 我会好好活着 而且我还得养足精神 我跟大爷没斗完呢 大外长 你爸爸这个担心就多余了吧 让我们家少爷小心点 那拿我当什么了 我这可是真家伙 不是吓唬人的 我每天接少爷上班 送少爷回家 上海滩谁要是想 动我们家少爷一根汗毛 得先把我李本德摆平了 知道吗 正好 你啊也替我给你爸说个话 别以为我们家少爷 投了他的票 他就能在那儿充好人 把我们家少爷害成什么样了 该当心的人是他 李二 少爷 我多嘴啊 可我说的是实话呀 我这一百多条枪 不是吃素的 我倒要看看 这上海滩谁敢动我们家少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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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勇 咱们走 董老板 慢走 建勇 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啊 不用了 今天我正好想散散步 那随你 舅舅 如果您不怕麻烦的话 以后我常来看你 不麻烦 不麻烦 舅舅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说的 还没太多 我真不希望是你啊 我也不行 可如果您不死 我就得死 那点儿让我怎么死 您忘了当年了 老爷怎么死 您就怎么死 您怎么死 少爷 这样不疼 还能留个全尸 把他装进毛袋 扔到黄湖江里去 少爷 要是您命好的话 明天也许就能飘回老家 赵老板 听说你们宁波商会要办博货公司 对 正在筹备 我是湖北的郑大腕 您就是治湖治郭的双链大王 郑大腕郑老板啊 久仰 不敢当 不敢当 这是江西的胡茂财 这是苏州的张横毅 和吴熙的崔斯亮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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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位都是上海商界的翘楚啊 来 请坐 好 周老板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们几位呢 是上海各地商会派来的代表 是向你周老板 来请站来的 我们虽然不是宁波商会的成员 但是 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只要您同意 我们愿意按照您们的规矩 把我们的商品 拿到您们国货公司去卖 这中国人造中国货 中国人买中国货 听这两句话 我就输他 我明白了 多谢诸位看得起我 不管你说啊 你们不来找我 我还要去找你呢 我说嘛 阿良就是个爽快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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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队 马上给各位老板登记注册 记着啊 再多留出一些柜台来 凡是愿意进驻国货公司的 不管他是哪儿的商人 只要他是中国人 一律解难 知道了 葛 一律解难 一定有点想不住 这就什么疼我 说要是乌女还是来 这队消失点 绕边的人 你不认为那些事 你不认为那些事 我已经就瓶了 你不认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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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 你不认为有事 你睡神忘了 我去的时候 他身上就盖着一块破炉心 一带枭雄了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大家都知道 少爷与我情通手足 对李某恩重如山 所以请大家放心 这件事情 于公 于私 我都会追查到底 直至水落石出 我知道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悲动 但是 我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 虎记洋行 董直衡老板在上海创下的基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能让他垮掉 虎记执此危难关头 我李某人责无旁贷 理应挑起这副重担 所以 从今天开始 虎记所有的大小事宜 李某将一一过问 一应债权债务 由我李某一人来承担 也就是说 从计客起 我李某德 就是大家的老板了 我提议 为虎记洋行的创始人 董直衡先生 莫碍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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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水 哪怕是一片红叶飘落大乡 也是我 悄然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在故乡 我在他乡 彼此守望当